而年底大台中市长的选举 这是出现了新的竞争者 本来是由国民两党两位参选人PK 但是现在有一位五党级人士宣布要参选 他是前台中市议员曾炳坤 他想在两大党的夹杀当中 找出一条靠人民支持的路来 五党级前台中市议员曾炳 目前的头衔是司法革新协会会长 在蓝绿两大党夹杀之下 推出最重要的证件 需要政府在五都选举中 发驾驾驾给选民 60岁曾坤炳曾任两届台中市议员 也当过民进党与社民党部主委 参选过立委 去年还以空降姿态参选澎湖县长 拿到一千多票大可满意 他认为台中市民也有人会支持第三势力 曾坤炳宣布要参选大台中市长 后续会推出40条证件 他到时候要缴200万的保证金 得票得超过5% 200万才不会被没收 民事新闻 民事新闻徐民康林静龙台中报道 都允认为对 3 都要求非准备希望 都要求联系 我地部对3 都要求联系 都要求联系 所以